大家好,我是紀念阿維亞又跟大家見面了 這次我們來到的這個項目就是一個華林普羅門斯的別墅項目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所對的一個項目,左邊就是它的別墅區,左邊就是用桶的 可以看到它門口周邊的環境都非常之靈,而且這裡的空氣質量和食感都非常之舒服 你看這個就是它現在的一個爆炸部,未來的話都會做一個會所的 我們就先進去裡面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華林普羅門斯成一個項目的一個花瓶 成一個項目的一個佔地,有16萬平方米,就包括陽凳,高層的一個陽凳,有22棟 和這邊的一個別墅區,總共有60棟 那麼別墅項目的話,就是現在它賣的 那麼紅色的這些,它就全部已經賣完了 那麼就賣這邊的那些燈位,就剩下幾十八九十套左右 而且成一個項目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陸法呢,它非常之高 有8.75%的一個陸法 就是一個老生的一個母親學,奇光賀尼的,它夢到整個河境 它剛剛才有一段流盤的一個周邊的環境的一個視頻 我們就可以去夢到這條河的了 所以它這邊的一個空氣質量是非常之舒服的 就比較適合那些夜人退休或者過來這邊居住 然後就過來這邊居住 這個地居住 可以看到我們項目的項目是位於中心板和其一個位置的 就是這裏,在中心網灘和奇光賀邊的 可以看到項目在周邊有多條高速線路和主貢路的 那麼在我們項目這邊出發,過來到阪府鎮 這裏是一個高速出入鎮來的 那麼三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的了 那麼我們行這條廣子洗線高速 30分鐘可以直達珠海市區廣北港口的 那麼15分鐘我們就可以去到中心的一個市區石棋區這裏 而且我們可以經這條廣子洗線高速直達廣州 而可以行這條105角度,直達廣州這邊的 然後我們可以行這條105角度 到時直達南外環,南外環快線到深中通道 到時候經過深中通道過去深圳那邊的話 只需要三十分鐘的一個時間而已 那麼我們都知道深中通道的話 它是2024年建設通車的 那麼到時通了車之後呢 肯定會為中心帶來具體的一個離口 首先就是它樓價的一個升值 因為中心現在水位低,深陣那邊的話 關價都達到10萬一屏風 所以到時它的一個樓價呢 是有很大的一個升值空間的 還有呢它看到這些黃色點的一個地方 還有這裡,這裡是它現在建設的一個大學的一個項目 還有這裡建設一個華潤木樓配送中心 板符智能產業營,分成行政中心的 板符這邊它主要的一個產業營呢 現在就是主要做那些產業營啊 還有木樓配送的 不過它的一個居住區 就在這一邊那些產業區的話 就在這一邊它就分開 不會說迫在一起的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這個視頻燈位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呢 就是它一檔01燈位的一個護形 那麼這裡有它的一個護形圖 可以看一下這一套燈位呢 它就是210升平方米的 特別要注意的是 就是它的有贈送米 一個花眼的一個面積 有120平方米左右 而且它這邊呢 有個車庫在這裡的 可以給你放車的 那麼我們現在過去這一邊 看一下它的一個花眼的一個面積先 這邊都是業主自己使用的 就這個是它 震送米的一個花眼的一個面積 可以看到都非常迫力的 而且上面那一塊空間 都是震送的 可以看到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上面參觀一下 那麼這邊呢 是大門口 這樣才我們看到的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進去 都可以 或者行這個樓梯上去到2樓都可以的 那麼我們現在就在1樓這邊才進去參觀一下 進來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空間非常之寬落 到時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建一個廳 擺裝槌在這裡喝茶 這裡去放一個 設置盤 放一個電視機 在這個地方都可以 作為一個大片的一個位置 非常之寬落 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我們現在上去2樓看看 我們現在上去2樓看看 空間的話它一共加起來 有4層的 空間就非常之實用 這裡可以看到是它的2樓 二樓的話就沒有設置那些房間 那這邊呢就是它的一個大廳的一個位置 它可以看到非常之寬落的 大廳出邊這裡呢 就是它的一個 它說是一個廳腿來的 你可以看看這邊的一個面積 還有這邊 哇 真是沒見到有這麼大面積的一個別墜的一個天堆 在這裡 你看 在這裡的一個感覺都非常之舒服的 到時候 有朋友過來的話 在這個位置 做一下燒烤 喝一下酒 真是不知道多舒服 來看 這邊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它的一個餐廳的一個位置 這邊的話就是它的一個餐廳的一個位置 要足夠實用的 而且在餐廳側面這裡呢 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廚房 這裡到時候都有留著一個放食櫃的一個位置 讓人家使用的 廚房它的一個設計呢 這是一個L20的設計,有一個窗在這裏 到時候也有二樓抽油圓機的一個洞在那裏 這邊就是二樓的一個洗手間,供用的一個洗手間 在外面還有一個老頭 這裏都有一個老頭,剛才我們就在下方可以看到 到這邊上來的兩種風格上來,一個行樓梯 在下方直接上來都可以的 而且整個項目來說,每一層都有大老頭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邊一個老頭,這邊一個老頭 是能不同的,所以非常之舒適,非常之舒適 我們現在上去深樓看看 這邊就是深樓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直接了兩間房間 這裏還是一間廳去使用的 有一個窗在這裏,它的通風取風會比較好些 在它的右走邊位置,這裏是它一間主用房間來的 你可以看到,非同之沛落,而且主用房旁邊這裏 在廁所這個地方還遺留了一個位置 可以做到時候,可以做一個衣帽間在這裏 那這裏就是主用房的一個洗手間 設計得都非常覺醒的化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另一間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是主用房間來的 比中這麼低的一個松在這裏 空間都是這麼寬的 而且可以看到這一間房間 哇,還有一個老頭在這裏 你看,又是這麼低的一個老頭在這裏 看出去,整個風景 全部看完,而且可以看到那邊的一個山景 兩邊的一個老頭打開,又是一個臨不痛的一個護形 對空氣居用之對流的 那這一間護形呢 就和鵪鷹我們在這裏的一個護形設計是一模一樣的 就這裏整成一個衣帽間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間 那二樓這邊,它就做了兩間房間 一個廳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現在去四樓看看 成一棟下來的話就有四層的 第一層去,你們做一個斜步和一個廳 第二層的話就是食廳、新廳、洗頭巾等等 三、四層的話,情報都是那些房間來的 那這一間房間就超級大了 可以看到這一張這麼大的廳房間在這裏 兩邊的一個空間都非常窄 而且走到這邊過來 有一個超級大的一個衣帽間在那裏 其實這個衣帽間最整的一間房間在這裏都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而且同樣都有一個老腿在這個地方 所以每一層它都設置兩個老腿 就保證到它的一個通風取光度 和它的一個舒適感來的 這裏都有洗手間在這裏的 這個洗手間就比較老些 到時你都可以自己設置一個浴缸在這裏 這樣就拍得更加舒服的了 這整個空間就是它另一燈位的一個護形 走到這邊過來就舒服了 那邊的宮景全部夢了 這邊的宮景又全部夢到 風又非常之大 好舒服,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就參觀了它的一個示範單位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是一個空夢的一個女人景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綠化都非常之高的 注意在這裏的人都會覺得非常之舒服 好,那我們本期的一個視頻就到這裏結束了 那謝謝大家,我們下一期再見,拜拜 好,你看